中資來港盲搶地 被視為推高樓價的原因之一 不過彭博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之前來港搶地最進取的海航 融資遇到問題 彭博報導 8家向海航是提供一共15億美元 短期過渡貸款的銀行中 至少有4家銀行不願意為到期的貸款續期 和加大貸款額提供建築成本貸款 其餘3家銀行就未決定是否會借貸給海航 專家估計海航或轉售地皮套現 價值非常高 所以我覺得就算放出來 也會整個機會大 回顧海航 去年11月至今年3月期間 一共數入四幅啟德地 總共涉及272億元 海航買地借入的短期貸款 到11月就會面對首個還款日 價時高達35億元的債務將會到期 其餘短期債務的到期日分別是 明年1月、2月和6月 不過海航旗下的海航實議 國籍和香港國籍建頭 其後就澄清說 目前公司的銀團並沒有任何變化 有足夠的銀行支持 財務健康良好 有充足的資金支持項目發展 如果海航真的出售地皮 那是否意味著其他發展商有機會撿平貨呢 如果這樣想大家可能想多了 好像近期雲安地產轉售馬鞍山白石地權益給碧桂園為例 地皮權益越轉越貴 有分析指出 受惠內地樓市緩暖 內房銷售強勁 內地發展商的手投現金不斷上升 而且香港項目的利潤率亦較內地高 所以中資對本港地產項目的興趣仍然很濃 我們統計過今年以來 8幅政府招標的住宅地中 有6幅是由中資奪得的 以成交金額計中資佔了96% 以土地面積計中資亦佔了81% 這樣看來 未來中資放棄本港這塊肥豬肉的機會不大 張一鳴相信 轉換農地仍然是華之未來的主要出路